有時我在街上口癢 會想買珍珠奶茶喝 我想問我們是否應該 脫口罩這樣喝才對呢 剛好我這裡有一杯珍珠奶茶 醫生可否示範喝一次 歡迎收看六點半左右肺炎報道 我是盤蔡盈子 大家最近都罩不離口 戴口罩這基本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認識了吧 但是戴了口罩出街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小問題 是不懂得解決的呢 所以我們請了傳染病科醫生 何學工醫生 來解答大家的問題 何醫生你好 有時我們跟朋友聊天 就會聊到口罩飛了離罩 我想問有甚麼方法 可以在街上安全調整口罩 離罩當然做不到保護性 因為我們最注意的 就是這個黏網附近的保護性 所以我們通常在攪罩前洗一洗 可以用酒精搓手液 或者真的洗一洗手 我覺得不如我弄好一點 弄好一點 譬如這些位置封好一點 我再洗一洗 或者你用一個 non-contact technique 有沒有辦法 就是拿著紙巾動一動 然後就丟了紙巾 即是紙巾這樣移一移 然後再丟紙巾 沒錯 都要用不同的腦筋去想一想 有時我在街上口癢 就會想買一些珍珠奶茶喝 我想問我們是否應該 脫口罩這樣喝才對呢 剛好我這裡有一杯珍珠奶茶 醫生你可不可以示範喝一次嗎 讓我看看 這麼高危叫我示範 始終我們這個都是一個診所的環境 我們就很少這樣做 我就會建議不如買回家 你慢慢喝 我就很少說 特地脫下一半喝 又很少這樣 嘩的耳朵喝 即是在街上就不要再這樣喝 你要很清楚自己怎樣做 是不容易做到的 那我們也收回這杯子才好嗎 醫生說起合尺寸口罩 其實我們自己有甚麼方法 可以判斷一個口罩 合不合自己的尺寸 其實我們覺得它挺貼面 不是很鬆 又覺得旁邊不是太多洞洞洞 其實都叫做一個合理的口罩 又或者是有些人 覺得它鬆了 就像我現在這樣 撬那個口罩 那這樣合不合呢 我覺得這個動作是不太好 你在後面扭緊一點 打個裂子 這個位置後面這個位置 對 打個裂子 這樣就好過 你這樣漏個大一點的洞 那如果我們回到家 是否要立即洗澡洗頭 就是最安全呢 我回到太太 一定叫我脫下衣 立即洗澡洗頭 由頭洗到臨尾 如果有些女生便會隔天洗頭 已經不合理了 我想這段時間不妨洗多一點 一回到家就跟家人搶廁了 大家可以排個節結帳出來 何醫生 有時我節省 我捨不得扔口罩 我只想放下一會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到它有乾淨 放下一會 待會我又不用扔它 現在省口罩是一個美得來的 現在省口罩是一個美得來的 但我們都要安全的 我要看看口罩用了多久 是不是有高風險 如果它真的 剛剛才戴了一下 突然想起 三杯水還沒喝 欠牙還沒測 我們可能都會這樣做 我通常會用紙巾鋪底部 有時會確定你的手是乾淨 你才會攪拌口罩 我一脫就脫下來 拉一拉 索一索緊 讓它拉平一點 平鋪在這裡 再安全一點 放在這邊 索乾一點 然後慢慢喝杯水 就要攪拌這個 你看看有多少複雜性 不要這些紙 扔掉它 然後剩下這個口罩 一索 兩邊一拉 封好位置 不要再碰 再洗手 你洗了三次手 是嗎 是呀 哎呀 那是洗多了 沒辦法 就欠不到你的初手型 謝謝何醫生 口罩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清楚 但防護和消毒的問題 都很重要 等我去完廁所 洗乾淨的手 再回來見何醫生 問清楚 下午見 後面 去派 這裏 這裏 座 復習